再來我們要介紹的是Azure Liquor S2的 多工功能 那除了我們一般的主畫面比如說我們隨便按Play Store或是其他功能 通常都是整個畫面的 直接放大出來嘛那我們就不 不方便再去操作其他功能 那可是當我們比如說 正在看 電話簿啦或是像是 任何功能都好比如說上網的時候 OK那比如說我們在上網頁的時候如果我們這時間 想要再去 開啟相機的時候我們通常都是必須要退出 那再點相機 那這時候的話 這內建的有四種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相機然後地圖計算機還有集市本 那比如說我在上網的時候我想要拍照 我就會點一個拍照那就會跳出一個小畫面 OK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進行簡易的拍照 其他如果你要設定一個功能的話呢進來這邊的話這個畫面會比較少 那最多呢我們還可以再去繼續開啟其他的 比如說像這個 地圖 我們可以隨時就是利用這樣的功能那在 做不同的事情 OK 隨時想要查詮地圖那這個也可以放大 縮小放大 縮小放大 OK 然後像零時要計算機我們就可以按計算機 如果想要記事的時候呢這也可以直接記事 非常方便 Acer Request 2的多工的功能 一次可以開啟四個不同程式的視窗 OK就是在這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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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